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的意思 所以啊 有的时候小朋友们当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到饭店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时 也许会听到服务人员对你说 Welcome Welcome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光临 请进的意思 那么小朋友们 这一句我们一定要学会 再来试一遍吧 Welcome Welcome 嗯 很好 哎 贝娃 忘了给你介绍了 就是苗苗 这是爷爷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小朋友们 你们听他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刚刚说了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那么当我们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 要很有礼貌的跟他们打招呼 How do you do的意思是 你好 你好吗 这样的意思 当我们不断地结识新的朋友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学会这一句来问候他们 你好 你好吗 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说一遍吧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那么当你听到这句问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回答同样的一句话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贝娃 你今天准备了什么来招待爷爷和苗苗呢 琪琪 我要把我最喜欢的糖果拿给他们吃 原来是糖果 我也最喜欢吃糖果了 I like it I like it 我喜欢吃糖果 小朋友们 你们也喜欢吃糖果吗 或者你们有很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呢 这个时候我想表达 我喜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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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I like I like 表示我喜欢什么 那么琪琪最喜欢吃苹果了 I like apples I like apples 我喜欢吃苹果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其实啊 有的时候我们想表示 我喜欢某一个人 或者是喜欢某一种事物 也可以用 I like 来表示 那么 我喜欢我的妈妈 I like my mom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要不要也对着自己的妈妈 试着表达你的爱意呢 I like my mom 我喜欢我的妈妈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希望爷爷 苹苹 他们也喜欢糖果 Oh I hope so too I hope they like it 我希望 他们会喜欢 小朋友们 当我们小妙表达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愿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I hope I hope 我希望 我希望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小朋友们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也装着各种各样的愿望 要跟我来分享呢 你们知道 鞋鞋最希望的是什么吗 我要告诉你们 I hope you like me 我希望你们都很喜欢我 I hope You like me You like me 我希望你们都很喜欢我 贝瓦 你的糖果真好吃 谢谢你贝瓦 贝瓦爱忧郁 新东方在线联合出品 How do you do 你好 哈喽 小朋友们 大家好 贝瓦 今天啊 有两位小朋友 要来我们家里做客 你可以帮我招待他们吗 好啊 我来帮你 又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了 嗯 他们好像就快来了 我们再等等吧 好的 妙妙妍艳艳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 Welcome 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看 当我的家里来了新的客人的时候 我就会说 Welcome Welcome 那么Welcome 其实就是欢迎光临 请进的意思 所以啊 有的时候 小朋友们 当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到饭店 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时 也许会听到服务人员对你说 Welcome Welcome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光临 请进的意思 那么小朋友们 这一句我们一定要学会 早来试一遍吧 Welcome Welcome 嗯 很好 诶 贝瓦 忘了给你介绍了 然后 咱 诶 阈